冬季联盟二十七的第二场比赛 由日本社会人对战韩直连队 一路落后的社会人在八下靠着木楠了的安打追平比数 之后在九局下北村相识敲出再建高非西升打 社会人以三比二逆转获胜 三局上韩直连队率先展开攻势 首棒张征鹤敲出中外野方向二垒安打 郑秀兵二垒方向滚地球让跑者上三垒 金太珍敲出内野安打 社会人三垒守北川立生接球后川一垒发生失误 让南韩先持得点 随后金才贤遭到畜生球保送 一三垒有人红昌及桥出二垒方向滚地球 带有一分打点韩直连队该局打回两分 球队取得2比0的领先 韩连投手赔在换前六局投的虎虎生锋 仅在五局下让对手靠着高非西升打得到一分 七局打完韩连还握有一分的领先 不过在八局下 社会人在两出局后展开反击 替川晃平先集出足外野方向的场地二垒安打 攻占的点圈 下一棒的木楠了补上带有打点的一垒安打 将比数搬成2比2 双方此时又回到平手的局面 九局下一出局后 左藤旭青柳将接连获得四坏球 之后使范永仁敲出二垒方向的场地安打 场面形成满垒 接着北村小智敲出中外野方向的高非西升打 带有一分打点 日本社会人最终在九局下逆战赢得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